HELLO 大家好,我是Sammy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拿到的新東西 裡面有我去參加基凡西新品發表會拿到的新產品 然後還有我之前招待日本客戶來台灣 那他們帶了一些伴手禮給我 另外還有一些是我自己買的東西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最近有哪一些新玩具的話呢 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的話呢我先來分享我在基凡西新品發表會上拿到的兩樣 一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它反光還蠻嚴重的 這個是基凡西的青春激活防禦精華 那它是精華液 我還沒有拆封來用 我之後會試用了之後再跟大家報告心得感想 另外的話在我的粉底液的影片裡面已經有分享過的是這個 基凡西的光感美肌清透粉底液 它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裡面是長這樣 這個粉底液的話目前我才用了幾次而已 那我會多加使用之後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接下來的話先看一下日本的客戶帶了什麼給我好了 其實我還沒有拆封 那它是這樣子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 然後她帶了這些東西給我 我現在打開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在裡面拿到的兩個 就是我最愛的這個lip fondue的護唇膏 因為呢其實我有跟日本的客戶提到過說 我非常的喜歡這一系列的護唇膏 所以她就幫我買了這兩個 再來就是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非常鼎鼎有名的眼藥水 那它是戴隱形眼鏡也可以點的眼藥水 因為我偶爾就是在外面如果工作一整天 真的真的非得要隱形眼鏡戴很久的時候 我就會有時候到晚上就會覺得眼鏡比較乾 那就會點這個 所以它因為我也是有提到過 就是我用習慣這個眼藥水 所以她就幫我帶了這個 然後再來是凡士林 她跟我說她 她就問我她很可愛 她就問我說知不知道這個品牌 我說我知道啊她是凡士林 她說她覺得這個凡士林非常好用 就是什麼都可以擦 那老實說其實我一直就是 一直都有聽說凡士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萬用藥膏 那我始終都還沒有用過 這次既然她送了我一罐這個凡士林 那我就會再來使用看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使用凡士林的小秘訣的話呢 就請你留言在下面跟我說 那我都會試試看 然後再跟大家報告我的心得 那最後一個是大家應該也都曉得 這個蒸汽眼膜 那日本的客戶跟我說 她覺得這個非常好用 對於眼睛的舒緩的疲勞等等 都非常非常的有效很舒服 再來的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買了什麼東西 那第一樣就是這個BH Cosmetics的這個粉底刷組 它是底妝刷組 那這個我是跟陳雅就是一個美妝也是美妝YouTuber買的 然後因為它是全新的我才會買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用二手的化妝品 或者是刷具等等 就我不喜歡用二手的東西 那因為我看到陳雅她在賣這個是全新的 所以我就跟她買了 裡面的話有五支的小刷子還有五支的大刷子 這個我都完全還沒有使用過 然後也還沒有研究過 所以我之後會一一使用再來跟大家說 另外我還有在Plaza 欸我是逛Plaza嗎 還是逛那個首創館的時候 對我在逛首創館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這個 京都西鎮蜜粉鋪 它是189元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柔軟 而且它說它是日本製非常非常柔軟的粉鋪 然後因為我的粉鋪 有時候蜜粉的粉鋪很容易就髒掉了 然後拿去洗的時候 我又沒有新的蜜粉鋪可以做替換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京都西鎮蜜粉鋪 它很軟很軟 再來是我要分享一個非常後知後覺的東西 就是其實我相信有在 有在保養或者是有在看美妝YouTuber 或者是部落格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Lush的洗發品 那我真的很後知後覺我 我一直以來對Lush家的東西都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覺得Lush家的東西有點 味道太濃烈了 然後那天也是看到成雅它在開團 所以我就想說好像還蠻便宜的 然後好像大家都很推 於是呢我就買了三顆 那一顆是這個冥想 冥想是只要有用洗髮筆的人 都會推的一個口味 甚至是我姐她都狂推 然後我買了一顆這個冥想的 它有一個小紅帽洗髮筆 另外還有一個藍色的是海洋什麼東西 我已經忘記了 我現在已經拆開來洗了 那我目前用起來的心得的話呢 我是覺得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是一個頭髮很細 然後很塌 就是非常容易頭髮很扁塌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用了那個洗髮筆之後 會覺得頭皮好像比較能呼吸的感覺 還蠻清爽的 可是它缺點就是它用完之後 你的頭髮洗完之後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乾澀 就是在你沖掉那個泡泡的一瞬間 你會覺得喔非常的乾澀 所以大家都會說你用完之後 你如果習慣說平常是用洗髮精的人 你一定要另外再用潤髮乳 讓你的頭髮可以比較柔順一點 那我目前用起來的心得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會持續把現在藍色那個海洋什麼東西的用完 然後再用冥想跟小紅帽 接下來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 是我買了我覺得非常過癮的東西 就是這個韓國的BBIA的眼影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要買他們家的眼影 但是Gmarket上全部都是韓文 然後我這個人是對韓文完全一個字都看不懂 所以我遲遲都沒有辦法下手買 那最近我認識了一群非常非常可愛 很喜歡彩妝的女孩們 那裡面呢就有一個天使女孩 她叫做Ginni Ginni她就開了一個這個BBIA的這個眼影團 我二話不說立馬根 那她這個她開的是這個霧面線的 就是她的產品線是霧面的眼影們 總共有十個顏色 我就想說十個顏色 反正一個顏色就是屬於那個國際運費 大家每個人分起來的話 一顆差不多是一百二十幾塊 所以我就決定乾脆包色了 那因為呢她這些霧面色系的眼影啊 她差不多就是都有點像這樣子 她是比較像這個就是比較蜜桃色的 然後這種比較大地的顏色 那因為我現在的本人的皮膚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黑 這種顏色是在我的手上 我想從鏡頭上大家可能也看不太出來 顏色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我就決定 我等一下會把每一個顏色 就是這樣子打開來 然後一個一個秀給大家看 讓大家先稍微看一下顏色 那我會最近認真的開始研究這個 這些用這些眼影畫的妝容 我想我之後再一一跟大家分享妝容 可能大家其實也會看得比較清楚 會比較知道她大概是什麼樣子 好那接下來大家就先看一下 我會把所有的顏色秀給大家看 我先先看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以上呢就是我最近不管是拿到收到或者是买到的新玩具 这些东西我都会慢慢的试用过之后 在一一的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先看什么 例如可能你想要先看这个BH Cosmetics的刷具的心得啊 或者是你想要看这个季凡希的精华液的心得 或者是你想要看BBIA这些超美丽的雾面眼影的妆容的话 你都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说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那就请你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或者是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的彩妆啊 保养的生活分享 好那谢谢大家看到最后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